这条数就是这样的 Peter占一粒公平的色仔 直至第一个鹿出现 假设p就是说的机会率就是 第一个鹿出现在第n次 留意这句说话 第一个鹿出现在第n次 即是说之前的n-一次都没有6 接着第n次才有6 a就是express p in terms of n part b就是找回n的最小值 如果p是小过5% 你可以这样做 p就可以写作 前面的n-一次都集不到6 所以机会率就是 5over6乘n-1次方 下一次集到6 再化解它 就变成n-1次方向分子 本身6也有n-1次方 不过你乘多一个6 就变成n-1次方 那part a就完成了 part b p要小过5% 重点来 如果你拿着5的n-1次方 去做 6的n-1次方 去做 那就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做少许的转换 如果你直接拿着这个 去做 你把6n-1次方乘过去 那反而更难 今次我们 因为未知数在次方 我们就尽量将未知数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处理方法 其中一个比较常用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们用回这一架 现在显示着这一架 OK 那这架的好处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可以把未知数 直接放在一个大次方 那里 那我们就把这个6分1 扔过去乘 先把0 就变成了 5 over 6的black n-1次方 0.3 然后呢 两边 take common lock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可以把 n-1次方 扔下来 下一步 就非常之重要 因为 你想两边除 这个lock 5 over 6 但留意 lock 5 over 6 这个是负数 来的 因为lock里面的数字 小于1 所以lock这个数字 是负数 也就是说 扔过去除的时候 不等式的箭咀 要相反 我把n-1寫给你 所以 所以 n就可以计算到多少 你计算到 n大概是7.60多 这里计算到0.3 记得三关困好 先计算到 计算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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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东西 再加1 这里本身n-1 记得加1 记得加1 所以 the list value of n is 8 n的最小值是8 最后给大家看 full solution 就是这样 已经是5 4 5 3 99 4 5 5 5